我们自己没有度量的 让他自在就好嘛 我们在越南很棒 越南佛教的先生和天主教的太太 握手去教堂 然后握手回去拜佛 大家和平 在台北有一位医生 他们两位夫妇不应心 一个是心观音菩萨的 一个是心马祖 那么两个当然 有的时候充足 因为他就每天拜观音 他看了看不惯 他认为他应该拜马祖才对 不过他自己也没有带马祖回来 我送一个住家人到那里 买一箱马祖 在那里那个什么 那种开观典园的义书 然后教他们两个每天要拜 你拜马祖,他拜观音 不要再吵架 两个都有自己的 我买一箱马祖给他嘛 送一位住家人来点眼 我好高兴两个从外里面拜出去 然后就拜回来 从那天他们两个夫妇都不小假了 都不为了马祖观音小假了 是我们自己度量太小 我们要相信佛好 那我们让他相信耶稣基督 没关系 耶稣基督没有叫他做什么坏事嘛 是不是这样子 耶稣基督那个世界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耶稣不杀身啊 不偷盗 宽宏别人啊 不说谎语啊 不学饮啊 不喝酒啊等等啊 都跟我们那个佛教的界律一样啊 就不要分别心就好 就夫妻不会有问题 不然的话 耶稣基督看下去会很痛心 释迦牟尼佛看你们两个为了他小家 在内盘住不下去了 请问师父 我弟弟因为车祸 而全身不能够控制着站起来 或者是拿东西 因为手指没有力量 是否也可以硬心 哎呀好可怜啊 可以啊 可以 如果他懂的话 他懂师父道理 他自己愿意的话 他自己了解为什么要硬心的话 你不要强迫他 不要替他讲话 不要替他带来硬心就对了 应该让他知道师父的道理 让他看师父的书录音带 他愿意 他同意 他认为这个是他的路 他自己要你带来 那好 请问师父 我听人家说 结婚会继承先生家人的业障 这是不是真的 我想不会吧 没有这个事 假如说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 他的太太 也不会成佛 不会继承他那个福报 所以我看业障也不会继承 不要怕 我们自己做善良 是我们有道德的人 反而我们也会感化 那个男众的家庭 业障不那么简单继承 你要继承一个人的业障 你应该自己有力量 有愿意继承 跟佛等起一样 耶稣基督等起一样 还能够介入别人的业障 弃成别人的业障 收起别人的业障 然后还给福报给他们 其他们的业障感情 请问师父 观音法门是什么 应该观些什么 你介绍 因为这个难以在这边 用三言两语讲清楚 最好是你们请师父的书 回去看 录音带回去听 这样子你们对观音法门 会有初步的了解 那么当你认为这个法门 是你们所追求的来应心 那就什么都了解了 就是让我们聊脱生死的一个法门 让我们每天愉快滑下去的一个法门 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 自在没有业障 再世已经看到佛徒的这个法门 那个就是教官宁法门 南无清海法师 在屏东五天经三天 法喜充满 觉得令人油然的能够升起 想要达到一世解脱的正性 后来回去以后 我思考觉得出世的法很难求 决定放弃我的工作 这个很难的 为了生活的生存 所以这是为了久到 马上放一下 不管明天有没有放 这个很难的 很令人赞叹 这个跟住家的人的心呢 一样很往高 所以我们不能说 在家人不能修行 在家人修行经过 就跟住家人一样 是不是 师父很赞叹你 凡夫修行 凡夫修行 谈何容易 因为心的障碍很多 对魔的抗拒能力又很弱 是否能够请师父在修行之前 先除掉一切障碍 给我们凡夫 方便我们凡夫修行 这个很简单处理 我们一心的时候 障碍马上没有了 其实想一心的人 一半多的障碍 已经自己掉下去了 很顺利 只要靠我们自己真正的道心 就一定会有帮忙 谢谢大家 我们对会场的负责人员 非常感谢 感谢你们合作 你们耐心 祝大家今天 睡着好 做好的梦 万事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is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is the Highest Ideal and Words of Wisdom.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Models of Success coming up next. May God bless our planet with peace, love and harmon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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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